是雪花一遍一遍的飄进眼眶 是火花一鸣一灭的不肯绝望 不勉强自己体谅缘分拿上柳絮 一起疯就不由分说歌词飘荡 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翅膀 让我停不了飞不远再过往 有它不高而别的你 就算为了我着想是彼此 你心永远会欺负的末朗 你认同一次一次的关上了床 我含泪已不已停地回首凝望 不能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流放 但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困包 爸 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呢 怎么了 这一大早整个财务部 都有人进进出出的 我一问才知道朱铃路要查账 弄得财务部都人样麻烦的 查账 查什么账 怎么没有人跟我说啊 我也不知道 但他是总经理 查账的权利还是有的 爸 他不会怀疑了吧 不会查出点什么吧 我倒看看 那小子有没有这个本事啊 这朱铃路翅膀硬了啊 不是 连我主管的财务部 他都很查什么啊 爸 他要是真查出点什么 怎么办啊 先别自乱镇家 咱们先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再说 我今天上了 去财务部 打了近三年来 我们公司采购原料的采购单 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连总 这 有什么问题 我们采购了价格 比市场价格要提高了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我想问一下各位 对于这件事情 有什么问题 我怎么知道 这件事是五千公司出财务 这件事是五千公司出财务 好了 过去的事咱们就不提了 咱们最重要的是 解决当务之急 我已经找了新的供货商 我相信很快 成本就会降下来了 我希望各位前辈放心 既然林璐已经有了解决办法 就按你说的去做吧 各位董事有其他意见吗 我 好好好 我们呢就没有什么意见了 林璐 如果你需要我们财务部门配合的话 尽管开口 多谢老师 谢谢 爸 现在代中的资金缺口确实挺大的 但指望你二叔这个财务辅足 总是指望不上 行了 你放心吧 这事我来处理 走 林璐 今天来呢 是想和你聊聊 白天在公司开会说的那件事 你提议的公司精减成本 你提议的公司精减成本 我作为财务部门 全力支持 不过 我觉得像原来那些旧账 就没有必要再劳师动用地 重翻一遍了吧 今天我在会议上已经很给您面子了 有些话需要我说得很清楚吗 带众公司需要发展 也需要革新 关于财务上的事我一定会查清楚 这是我的底线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伯 我们都是一家人 有必要闹得这么难看吗 亲情归亲情 工作归工作 这道理你不懂吗 朱玲珞 那看来你是成心跟我们过不去了是吧 我告诉你 我跟你爸爸白手起家的时候 你还都是尿湿呢 现在你爸爸还坐那儿 哪儿就轮得向你说话了 都别急嘛 有话好好说 潜宇这几年为什么一直压热带众啊 因为人家有底线有原则 而代中没有 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的 你管得了你就管 你管不了把权拿出来给别人 让别人管 就这么简单 不明白了 你在这儿装什么清高啊 说我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和易中的合约是怎么来的吗 不就是靠你那个在潜宇做总裁助理的女朋友吗 你可真有意思 把女朋友送到竞争对手的手里 这招实在是高吧 如果你在胡说八道的话 小熊对你不客气 林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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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你爸先回去 这件事我规定的 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的 放心吧 好 大哥 我相信你 走吧 林璐 你二叔 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这件事你看 好了吧 准备了 查账是避着二叔交出财政大权最好的办法 也是唯一的办法 如果这次机会错过的话 那代中很有可能走回老路的 行了你放心吧 这是任何我处理 我会有分寸 来 潘总 你好 坐吧 找我什么事 潘总 首先 要对这次泄密的事件 向您道歉 虽然那个邮件不是我发的 但是我 没有什么大事啊 我只在乎结果 我不关心什么过程 不管是谁写的秘密 我和钱宇的合作 已经是不可能了 所以 如果温小姐 你今天还想就这件事 跟我做什么解释的话 我看一连第二个 潘总 声音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相信 以潘总的眼光还有心胸 绝对知道什么是对益众 最好的选择 那看来 温小姐是有什么选择 让我考虑 这里是最新的合作策划案 请潘总过目 若潘总看了仍旧不满意 我绝对不会再耽误你一分钟 自大不代表自信之类 我相信你们不会失望的 我可以干吗 我可以干吗 不得了 下次再见 我去做些什么 看得这么多的 辅助 用水 脆 放在山上 对 拿到了 来 爸 什么事怎么慌慌张张的 爸 这个朱玲露 这次真的要赶紧杀绝 谁啊 愿谁啊 那不还是你自己的屁股 没擦干净 给人家留下这么多把柄 这么多年都平安无事 我怎么知道他突然要查账 怎么办呀 先别急 再怎么说 代中还是朱介的代中 朱林露他再铁石新厂 也应该明白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吧 你想想 那天开会 他没在那么多董事面前 挑明这件事 就说明他还顾及了朱介的面子 我看啊 咱们还是先退一步吧 起居保帅 退一步 退一步 他更加得寸进食怎么办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有吗 请进 请进 阿淑 好 林总 有时间吗 我现在有 但半小时以后我得出席一趟 好 够了 五分钟就够 请坐 林总啊 是这样 那天晚上呢 听你说的那些话呀 我回去是一晚上等你睡好 思来想去啊 觉得你说得对 代中啊 确实不能再这样翻篮下去了 所以呢 你的决策 我全力支持 二叔呢 想明白我 很高兴 我呢 主管的财务这么多年 平心而论 一天都没有睡过安稳觉 这压力大呀 总是怕什么地方出问题 正所谓 当家不一样 可谁曾想这千房万房 还是夹贼难房 怎么也想不到 这跟了我十多年的财务总监 他会坚守自盗啊 不说了 不说了 都是我的错 是我太信任他了 我思来想去 我跟 我根本就不会相信 他还会去找客户要回扣来 中饱私囊 心寒呀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你说得没错 你家企业 他要是想持续发展 就必须讲规矩 就算他是跟我十多年的老部下 只要他出了事 我也绝不姑息 绝不干涉 二叔突然之间这么明事里 还是让我有点 不太习惯 行 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 如果按您说的 这财务总监真的有问题的话 就按规章制度来处理 怎么样 对 一定要按规矩办事 好 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 还有啊 林总 我得祝福祝福你 平时啊 多注意点身体 不要老光想着工作 等有时间啊 回家来吃个饭 你不最爱吃你 沈上给你做的糖醋排骨吗 等回来啊 让沈上给你做 谢谢二叔 好 那我先去忙啊 慢走 甜蜜 董小姐 这份合作企划书 是你亲自做的 是的 潘总觉得如何 吐温小姐的福 看来我这次是有史以来 最快的一次打理 其他公司给我的方案 都只是基于目前的市场 但是我从温小姐的这份方案 我看到了未来市场的趋势 能够以这么有竞争力的价格 率先使用 引领市场的蓝海产品 我期待我们之间的合作 谢谢潘总 谢谢 难怪湛总这么看重你 还亲自给我打电话 一定要我来接你 湛总给您打过电话 要不然呢 我还在气头上 他不给我打电话 我怎么会来接你 进来 战装 这个是潘总跟潜宇的合作意想书 这就是你这些天努力的成果 总的来说 潘总还是相信潜宇的产品 所以愿意跟我们重新签订合作意想书 这些人 这些人在肯定是潜宇的 假设 我现在想要再心引力的 用 这些人不及 宦测的 我们现在可以的 四个人 这些啊 高光 你认为你 潘总 他呢 李奇粉 温德 你知道吗 有了这份新合约 你之前的那些留言 就不攻自破了 之前麻烦你了 真的谢谢 你看你这个搞得客气的 不用说那么多谢谢 另辟蹊径 厉害啊 温德 那我说你们 不要高兴这么早 这只是一个合作一项书 之后有什么变化 还说不准啊 说起来 还是要谢谢湛总的提点 若不是你提醒我 要关注到千云的产品 我不会想到新的方案 就算有了新的方案 如果潘总不愿意见我 那也 我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利益 那你们忙吧 我先下去了 等一下 快 pe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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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我们好久都没活动了 庆祝一下 你怎么啦 你可真行啊 我叫你多少回 你都不出来啊 你说有你小女朋友 小你立刻屁点东西 我到时候自罚一杯 行不行啊 行啊 来 来啊 小岚怎么了 先喝一杯再吃 我跟你讲啊 这个姑娘真的很努力啊 在那种地方 这种情况下 秘境翻盘 这都不说 还说服了我那眼高于鼎子大哥 把义仲下个季度的项目 全都签给潜雨了 我也挺震惊的 你说这湛男贤真的可以 调教人的本事 真是有效 我看这个温暖啊 继续待在他身边 这商场上迟早会出现 一个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啊 来 不过温暖能拿下下个季度 跟义仲的合约 真的是挺出乎我意料的 怎么说呢 像温暖这么全能的助理 谁看了以后都会觉得羡慕 老大你还记得吗 你说过 你说过产品才是公司的重中之重 刚好我们研发部需要一些精兵强将 要不你把温暖 但我没说 我听说你专门给派文安打了个电话 让他一定给温暖一个当面沟通的机会 他这个人啊非常聪明啊 只要是他想做的都可以做好 除非他自己想要放弃 我说你们帮我查那个泄密邮件的事情 查好了 跟你想不差不多 我说 管总 高总 站总 问他 是这样 上次的那个秘密邮件我们已经查到的是谁发售了 是谁 我先跟你说一下 公司的网络安全和防护系统 一直用的都是全球最顶尖的技术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外部破解前雨的防火枪 所以呢我们就一直觉得这是公司内部人员做的 他们用内部的管理账户远程遥控了你的电脑 那到底是谁 温暖 你跟研发部的郭如谦有个什么矛盾吗 研发部的郭如谦 工作上是有几次的着急 但私底下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说如谦平时也是个埋头苦干的好同志 他脑子里到底哪根筋打错了呀 是啊 郭如谦是研发部的技术骨干 应该说他的潜雨前途是很光明的 泄密给戴忠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那官爹 前几天你去我们家打个戏的时候 你是不是替郭如谦求请 是为了行政获得杜心图 是啊 是 我知道了 我 我来分析一下 难道是他以为你是为了你 所以才把他的他调走了 而他就是为了他的他出气 再回来把曾任推到了你身上 还是把杜心童叫上来问一下啊 H总监 麻烦你叫一下你们部门的杜心童 来一下六十六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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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找我 进来 湛总 您找我 我们找你过来 是要核实一些情况 前段时间从温暖的电脑里 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 收件人是代中的小陆总 附件则是 这次和易中的合约 还有技术方案 比较神奇的是 我们查到是郭如谦的账号 远程操控了温暖的电脑 不可能吧 这当然不可能啊 如谦跟温暖也用不冤无仇的 而且我告诉你 之前如谦还专门到我站来 替他求过钱 除非 除非你是故意窜到他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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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星彤 公司的安保系统会记录下所有数据 就算是删除邮件也不可能完全抹去痕迹 郭如谦身为技术部的研发人员 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而且你跟他是恋人关系吧 所以你有大把的时间拿到他的账号 而且以郭如谦的技术水准 不只是在前雨 在整个行业当中都是顶尖级的 就为了这么一封邮件 莫名其妙地邮件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可能会导致他再也找不到工作 甚至是收到我们的起诉 没错是我做的 是我偷了郭如谦的账号 他什么也不知道 你说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善良啊 你干吗要这么做 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温暖 背了一个大黑锅 我 现在既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温暖 你是当事人 你想要怎么处理 这件事情 只要给公司处理的 我先出去了 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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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 Haupt, 赋读 发生什么事了 杜 hmm同不降到六十六楼啊 有密间鲜密的事情找清楚 原来是杜 hmm同搞的鬼 天哪太可怕了 你快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你等我一下啊 这个杜秦彤太过分了 还好现在事情都查清楚了 要不然这个黑锅分断剂 你要背一辈子的 忍耐在上面 你们都说了吗 查清楚了 就算了吧 好吧 咱们也不要跟那种人计较 混沌姐 看 我朋友给了我三张优惠卷 我们晚上一起去吃饭吧 把那些惠趣都干掉 对了 我 我还约了管总 看来不下去把晦气给赶掉 是想要约管总的 没有你看我想着三张 你我管总 是不是刚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那下班我们一起去 走吧 来 来 今天我们庆祝我们温暖姐 陈渊得雪 干杯 还要庆祝温暖拿下了一种 下一季的性和约 干杯 好 好 温暖姐 我觉得 你真的太厉害了 我 再敬你一个 不要客气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饭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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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总 你干吗总抢我的菜啊 总抢你的菜 真是 我想吃这个 我 其实这件事情啊 我早就知道 咱们温暖姐啊 你这都是被冤枉的 温暖 她不是我马后跑啊 其实我从一开始也觉得 你不是那个泄密的人 老大也是这么觉得的 她一开始就这么觉得 对啊 老大她说了 她说自己的特助会做什么 不会做什么 心里最清楚 明白着吗 可是 可是占总一开始 是不是真的发了很大的火呀 你是不是傻啊 人被算计了 心里难免有些不好受的 但是温暖 这杯酒 你得自罚一下 老大之前是不是提醒过你 让你小心潘家的那个小潘家 她的确跟我学过啊 可你貌似没有听她的提醒 你自己还自己跑过去 跟人家小潘总吃了一顿饭 这样才被人找到了 可以利用的宝贝 这件事情 的确是我的事物 不要索的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机灵的 但是老大还说了 说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你 因为既然有人刻意找麻烦 那哪怕不从这个事情 不从这个点里面切入 也会从别的事情下手 而且 而且老大在之前就已经不好过去 他是故意让所有人都觉得 他认定你是那个泄密的人 没错 你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但是实际上你是避免了 再次背下黑手 所以别怪老大 老大是在保护你 那这么说来 咱们湛总真的是想得太贴心了 温暖姐我要是你的话 我肯定敢动不动 看你那个花痴啊 他一个人能做成这么多事吗 我也出了很大的力气啊 那温暖 那温暖下一届的那个合约 我也帮忙了 那是肯定的呀 因为你是管总嘛 管总当然一变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我说你现在也是够随呢 你都不敢去家里 我们俩见面现在还约在外头 你得算我想想多长时间 一辈子 我是怕他看见我之后又不高兴 这不火上浇油吗 小暖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 他心最软了 你好好跟他说了就没事了 我觉得这次没那么简单 这次我 伤他心了 你还知道呢 你这帮小暖那几天是怎么过来的 你可是他最信任的 别说我了 知道错了 但是问题是 算了 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 怎么办呀 我都没想法怎么跟他解释 没想法你就好好想 你刚说回来你今天找我什么事 不可能只是问小暖吗 我来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 好 咱们说正事啊 我呢想聘请你做代中的财务总统 我 你们代中那趟温水 我可不想趟 代中这浑水呢确实不好躺 但是你想啊 要想改革代中的话 我必须要抓住财政大权 我都想过了 既能够让我幸运 又有这个能力去胜任这个职务呢 只有你 但是这事情你跟我说太突然了 我给老公说一下 行 我也没有逼你 反正你好好考虑吧 我跟你谈一次 一次谈不成谈两次 两次谈不成谈三次 直到谈成为真 你光是用嘴上谈呢 你当时拿点实际行动 给我看一看呀 小心 包你来 老大一开始啊 就觉得你是无辜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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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站住 给你的咖啡 谢谢 一众合作的事情 你不是多谢过吗 你跟人家这么客气 我倒是还有点不适应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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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呀 杜星彤的事 我在电梯里听公司同事说的 本来公司是要开除她的 她说她自己怀孕了 孕期公司是不能开除人的 这样啊 你说她怎么这么可恶呢 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真是讨厌死我 别气了 在一起都长皱纹了 我都没亲戚什么 可是你就真的这么放过她吗 我都没亲戚了 虽然她短暂不会被公司开除 可是这件事情已经通报了全公司了 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做了什么 你觉得以后还会有人伤心她吗 其实她已经受到惩罚了 有道理 文章姐 还是你聪明 你说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 我问各位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新来的财务总监 温柔小姨 大家好 我叫温柔 初次见面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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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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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具体之后的工作计划 跟大家讲一下 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可以解释问 怎么样 怎么样 感觉如何 还行 凑合 还行 凑合 能不能给点面子 要面子啊 特别好 谢谢小陆总啊 这也还差不多 不客气 你说咱俩怎么有一天能够一起共事啊 这要是让小暖知道了 他会怎么样 他不会不理你吧 你以为我是你啊 他不理我 这话说的 你说说你也真是 到今天跟小暖还没有和解 你打算拖到什么时候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吧 要不您给出个主意 到头来还是得靠我是不是 你说我们这一向看起来潇洒的小陆总 怎么一遇到小暖就那么样了 还真是一物相依 您见吧 好 冯队 原谅我行吗 我真的是一时糊涂 我真的不是有意想害你的 有什么话你放开手再说好吗 我做到今天这步真的很不容易 我需要这个工作 我怀孕了 我以后还得养孩子呢 你千万不要让湛总开除我 所有的处置都是公司的决定 我无权干涉 再说依你现在状况 公司不会立刻开除你的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你真的不要讲我说 难道你真的不能让我养这个孩子吗 我还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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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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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你没有人通知站总 是啊 是啊 我们跟我们走 我去一下 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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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心头衰了 我怕他跟孩子要危险 你能不能扶我到医院去看看 都知道了 我已经安排人去照顾他了 你现在也伤得这么严重 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啊 我要去医院看看 你能不能听我的话 你们都不需要上班吗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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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呀 真难嫌 这边 这里痛吗 滑瓜间有伤 不过不用担心 开机要回去敷几天 应该就没什么大碍了 只要眼泪还是热的 就不会更冷了 只要回忆一碰 只要回忆一碰 就还痛着 就不怕 心更疼了 如果愿望只能一个 如果愿望只能一个 想什么不用说 要夺和命运落下的苦涩 现实越让人失落 才越拼命执着 才越拼命执着 其实脆弱的是我 找不到别的办法 只能太决太傻 的一个童话 所以对抗全世界 所以宁愿割舍不下 这一点却 就当做潇洒 就当做潇洒 如果太决太傻 能活在童话 所以暖着全世界 不一切当时间开花 留一点却 今生的潇洒 也许可乐 就当做潇洒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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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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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可以 我可以